春节将至,不少市民开始购买年货,迎接龙年的到来,内地不少大型百货商场推出一日体验卡,以吸引港人北上消费购物。 近日,中心社记者前往深圳某大型商场中看到,这里客流量大,消费者络绎补决,部分货品一经上架便被抢购一空。 也有不少消费者提着行李箱前来购买年货。 据工作人员介绍,这些手托行李箱装运年货的消费者大多为香港居民。 为了方便往来两地,不少香港市民选择先买行李箱再购物。 我是9月11号来的,我来之后我发觉很多香港人,10点11点的时候人开始流量比较多吧。 我感觉香港人过来买来都是买衣用品那些吃的,因为比较便宜嘛这个,还有那些坚果啊,那些礼包啊那些啊。 而且香港人买得也比较欢乐感觉,就觉得很便宜。 很多都是空着手过来买东西把行李箱一起带回去的这样的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有两列车牌的商务车停在商场门口装载大件年货。 也有不少香港市民组团前来购物。 有香港市民向记者表示,这里的商场空间大,货品种类多,最重要的是价格实惠。 买了一些食品,那些面啊,或者干货啊,因为品种多嘛,试一下嘛。 第一次来,主打买食物,去这里大很多,走得很开心,还有很阔。 虽然人多,但去的路阔,变得很舒服,没有那个很压迫的感觉。 是啊,还有很多东西买,我们走得很开心。 种类有多。 是啊,网上啊,还有香港很多人讲,个个都讲啊。 是啊,现在香港的人一放假就走到这里了。 是啊,外国外国,因为我们前往加拿大去过Costco,也是这样的。 那我们觉得,啊,原来这里这么近都可以找得翻。便宜,多,美。 内地物价更便宜,性价比更高,成为了当下香港市民北上消费的重要原因。 有香港市民表示,希望内地的一些大型商场可以增添寄建到香港,送建上门的快递服务。 他亦希望未来两地物流合作能够深度互通,让市民购物基建时能够更加方便快捷。 在香港是,你种类是找很多商场才有一个。 但是这里一个商场就有这么多种类了,是不是? 但是我来看到什么我就想买,这是这样子的。 然后光彩我想买这个,但是我们过来那边就拿走很麻烦。 是没有什么那个快递啊这样子也是很麻烦。 有个这个三毛公司可以跟这个,我从香港过来, 这个香港我们付钱没所谓,这就好了。 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统计,自2024年1月1日以来, 每日出境访客达30万人次,节假日周末则达47万人次, 其中赴内地的访客达9成以上。